Hello YouTube 我是黎Sir 好 我這條影片是講中五的第四課書 Example 7 Level 2的題目 那麼這條題目呢 就... 難的 要大家分清楚了 那麼它就說呢 它就說現在這個table 就說了什麼 你試試看這個表 就說呢 The number of boys and the number of girls 怎樣寫呢 The number of girls 就是在兩班的 即4A班有15個男生 有18個女生 4B班有13個男生 19個女生 就說有個學生 Is selected from each class to be a class representative 留意了 現在它就抽A student 一個學生 但是是Each class 你簡單一點字眼 你要知道抽多少個 就是說 一個學生 不過是每一班抽一個 就是抽多少個 就是抽兩個 A班抽一個 B班抽一個 那一個問題A 我們得不說的答案 A呢 就是叫你找the number of ways selecting the class representative 就是問你 我們要有多少個可能性抽 就是有多少個 ways 可以抽到 留意了 如果你誤會了 只是抽一個學生 那這條題目你就會覺得很簡單 就是15加18加13加19 那就是個總數 但是現在是抽兩個學生 每一班抽一個 所以你要先把這兩個數字加起來 就代表A班可以抽的數量 就是可以抽的可能性 而B班你要將這兩個數字加起來 成為B班可以抽到的那個可能性 然後將這兩個怎樣 因為要同時發生 抽兩樣 是吧 step by step A班抽 B班抽 或者B班抽 A班抽 我這樣計算的時候 那我就要用什麼 用成法 就是這個A班 是混合了加法 A班的總人數33 B班的總人數32 然後將兩個成在一起 這樣去計算的 分別有這兩個數字加起來 和這兩個數字加起來 和這兩個數字加起來 OK 理解吧 應該都不能理解的 B了 來到的 Clock If at least one girl is selected as a class representative 就是最少 最少要一個girl 是抽出來的 成為班代表的 Find the number of race of selecting the class representative 就是要問有多少個數量 都是問你的班代表 這次給我多一些限制 就是最少一個女生 就是A班抽女生 那B班呢 應該這麼說 兩個representative裡面 最少一個是女生 好 理解了 怎麼想呢 怎麼想呢 那可以怎樣 可以 最少一個女生 就是一個也可以 那就是可以A班是女生 那B班是男生 可以A就是女 B就是boy 是嗎 OK 或者 這是第一個情況 第二個情況就是 A就是boy B就是女 是不是這兩個情況呢 就不是啊 因為它是最少一個女生 那就是可以是 兩個女生都叫最少一個 就是兩個都是女生 都可以的 是不是啊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想 所以我們就要考慮這三個情況去計算了 考慮這三個情況去計算了 那怎麼想呢 那想法就是 先計算這個 有多少可能性 一個女一個男 就是 就是 女 就是A班要抽女 那A班要抽女 就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一定要抽女生 就不是兩個合起來 剛才是 沒有分男女 A班要抽女 就是18個女 可以在A班抽 而B班就是一定要抽男生 一定要抽男生 那就是有13個可以抽 所以兩個相成 這次不是整班去看 因為我現在一定要A抽女 那就是女那裡選一個 那就是18個 那B要在男生裡面抽 另外Case 2 A班要抽男生 那就是15個可能性選 B班要抽女生 那就是19個可能性選 那又成了 是不是 OK 接著 第三個Traser 就是兩個都女生 那就是18個 和19個成 好了問題 這三個數目怎麼算呢 怎麼搞呢 由於我可以是第一個情況 就可以了 或者第二個情況 就可以了 又或者第三個情況 就可以了 那就是這三個呢 我只要在這三個裡面 抽一個 就是這三個的情況裡面 我選一個出來 就已經達到她的目的了 那在這麼多個裡面 選一個 那就是將這三個怎樣 將這三個加起來 將這三個總數加起來 就是我們要的答案了 那就是答案呢 那就是答案呢 就會是 18乘13 就是234 加15乘19 就是288乘15 再加18乘19 342 在雲雲這這麼多個選擇裡面 選一個出來 所以加了她 加205 再加234 答案就是 861個選擇了 OK 那這個就是 我在這裡的計法 但是書則不是這樣計的 書則不是這樣計的 你看看吧 那計法是什麼呢 她的想法就是 由於 我知道我要最少一個女孩 就是一個女兒 一個男 一個男一個女 或者兩個都女 那 我在這麼多個選擇裡面 我減走一些 我不要了兩個男孩的情況 就剩下一個女孩了 就是我最少一個女孩了 所以她把總數 1056 這個總數 減回兩個 抽出來都是男孩 那A班有15個男孩 B班有13個男孩 那兩個都是男孩的 總數就是這個 就是兩個組合都是男孩 那我把總數 減回兩個都男孩 就是 at least one girl 因為其實可能性是 就是如果在這麼多個選擇裡面 其實都是一男一女 就是A 一男一女 B 一女一男 一女一男 一男一女 然後兩個女 或者兩個男 只有這四個可能性而已 那我減走了所有兩個男的可能性 就剩下這三個case 這樣想都可以的 當然你明白哪個 你就用哪個方法 但是這個難處就是 它又有成又有加 那你要懂得分幾時用加 幾時用成 行不行 OK 短片到這裡